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历史世界频道 波多黎各自由邦 英语 Th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 是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自治邦 距离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东南1600公里 首府为圣湖安 在西班牙语里波多黎各的意思是 富裕的海港 波多黎各是大安的列斯群岛四个大岛中最小的一个岛 位于多明尼加共和国东面小安的列斯群岛西北 包含一个主岛和若干小岛 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和英语 其中西班牙语处于支配地位 波多黎各人口接近340万 整个地区分为78个市级行政区 波多黎各的历史 热带风情 自然景观和传统美食使其成为世界文明的旅游胜地 岛上最初的居民是印第安人 加文梦西斯认为由皮奇加诺 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内所绘制的安提利亚岛 即为现今波多黎各 1493年哥伦布在第二次航行来到此岛 将此地命名为圣胡安岛 以纪念天主教圣人 耶稣的表兄施洗者约翰 西班牙语称胡安 此后西班牙在此地建立殖民据典 1509年 行政中心波多黎各建成 其后声名大造 有鉴于此 当地政府于1521年 将岛名改为波多黎各 其首府则改名为圣胡安 亦因如此 为了抵御其他欧洲列强的争夺 西班牙人在圣胡安附近 修筑诸多堡垒 这些堡垒成功地抵挡了 法国、荷兰和英国的进攻 1809年 西班牙将波多黎各设为 西班牙的海外省 1868年爆发争取独立和人身自由的起义 成立波多黎各共和国 史称拉雷斯呼声 但是很快被当局镇压下去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 美军占领波多黎各 西班牙战败后 在1898年的巴黎条约中将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 自此波多黎各总督由美国总统指派 1917年美国给予波多黎各居民美国公民的地位 1930年代波多黎各人民在波多黎各国民党的领导下举行起义 成立波多黎各共和国 但再次被镇压 1948年开始总督由波多黎各居民选举产生 1950年两名波多黎各反政府人士刺杀美国总统杜鲁门失败 1950年10月30日波多黎各发生武装政变 31日失败 100余人被逮捕 1952年波多黎各颁布自己的宪法 在宪法中确立在美国内自治邦的地位 1997年 美国在波多黎各举行全民公投 否决作为美国第51州加入联邦的议案 在1950年代后 波多黎各迅速实现工业化 当今的波多黎各不仅是旅游圣地 也是医药业和制造业中心 波多黎各人为美国的一个为合并领土 但其人口数量超过其中的22个州 2012年11月6日 波多黎各公投 百分之六十一赞成成为美国第51州 这是举行的类似公投中的第四次 前三次赞成建州者均未达到多数 此次公投由两轮投票构成 在第一轮中 波多黎各人就在与美国关系上是否想改变现状 进行投票 180万人具有投票资格 有6.5万人放弃了第一轮投票 在参加投票的人中 54%的人支持改变关系 随后 波多黎各人就如何做出改变进行选择 有成为美国一州 扩大自治权和完全独立 三个选项供投票者选择 在此轮投票中 只有130万人进行投票 最终61%的民众支持成为美国第51个州 33%希望扩大自治权 而仅有5%的人赞成完全独立 但尚需美国国会通过才能真正成为一州 波多黎各的现状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 长达一个世纪以上的美国管辖 使得波多黎各在经济上严重依赖美国 其传统拉丁文化和语言也严重美国化 更多人使用英语 老一代的独立派几乎绝迹 独立派也已经非常少 主流是维持现状派和建州派 近几年的经济衰退及糟糕的财政赤字又使得建州派增长迅速 为波多黎各政府现在不稳定的财政措施以及濒临破产与经济萧条 美国作为管理者并不想收入囊中 使得美国的波多黎各虽有加入意愿 但建州的路趋于困难 感谢你的收听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粉丝团一起讨论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